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手腕的擒拿 如果说对方把我的手腕抓住了 那么我可以怎么样去擒拿对方呢 注意看啊,分几个步骤 第一呢,我要用我的右手去抓住对方右手虎口的位置 注意看我的这个大拇指啊 按到他虎口的这个位置 第二步我需要怎么办啊 需要向他右侧的这个位置上步 上步的过程中呢,我需要有两个力一起去用 这个手向上的力 那么我被他抓住这个手向下的力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人这个手抓东西呢 无论你握的多紧 只要你给他足够的力向下 这个时候这个手自然而然就开了 那么他抓我的手腕也是一样的啊 我再向下向下 看这个时候他的手自然而然就会直接开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需要怎么办啊 第三步啊 上步的同时 马上把他的这个手臂呢 用我的腋下给他拿住 啊 那么这样呢 就把他的手臂亲拿过来了啊 而且我的整个身体呢 也是在他的侧后方 对方想要打我 反击我 都是很困难的 啊 这里有一个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如果说我不上步的话 我单纯的是拿过来 这个情况下 你再去给对方掰过来的话 是很难掰的 如果对方稍微用点力 你是很难给对方掰过来的 但是我们上步之后就不一样了 啊 上步之后 你再给他撤出来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他的手臂拿过来了 这边看一下啊 注意看啊 抓住他的骨口 然后呢 我上步 上步的过程中 他撤 你也可以这个时候打 打他的这个反关节 这样也是可以的 不打呢 你就可以用我的这个腋下 把它拿过来 然后用你身体的这个力 像一下压 把对方呢 压住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很好地把对方给擒拿过来了 那么我们的擒拿呢 一定是要建立在 自己有一定的力量基础的前提之上 千万不要我们力气很薄弱 再去擒拿对方 这个身高力壮的人 这样的话 很不现实 我们也不可能把动作做得特别的完美 喜欢的话 不要点赞和评论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